大家好,最近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很多和香港景象 譬如在印度的穆斯林大学 很多的穆斯林 当然包括很多的学生和警察在里面对视 发生了很多的暴力活动 也包括在校园那样烧毁了一些建筑 同时这些示威者还烧了很多的公交 地铁 而且烧了很多的车 还拦截道路 阻塞道路 和香港很多方面很像 但是不同的是印度的规模更大 暴力程度也更高 当然印度的警察也绝不手软 包括开枪 包括拿藤条 对这些示威者啪啪啪就是抽 很多抽的浑身都是血领子 而且示威者被抽的嗷嗷叫 看视频听着我都觉得比较惨 非常的惨烈 但警察也不手软 但是可笑的是 首先捍卫人权 捍卫民主 直接讽刺香港 变成了警察国家了 等等又出台法案的 佩洛西 当然不只是佩洛西 包括美国主流媒体 包括美国的众议院 但看不着 对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不表态 就像前面说的 印度这个 而且死了不少人了 这个示威者死了不少了 那受伤的就更不计其处了 但是这个佩洛西呢 对吧 就大看不着 这个事与我不关 这一方面说明 这个美国关于香港 这个民权 人权 民主等等 全是胡扯的 有些事情 打脸打 打得非常的快 因为这个印度 很快就打他们的脸了 当然美国一直鼓吹印度吧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以前还有老鼓吹什么 龙象之争 龙说的中国 像说的是印度吗 这个背后鼓吹 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什么 就是给中国找不自在 所以呢 这个香港的事情 就非常的清晰 从这个事情上 就非常的清晰 应该说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嘛 美国其实本质上吧 通过香港和民主 和人权也没多大的关系 就都是自己制造的议题 甚至说香港 这整个示威活动 都是他们在背后 煽动怂恿和知道的 本史上就是 为贸易战 添砖加瓦吧 为贸易转 埋地雷啊 让美国的 在贸易战当中 能够多捞点好处啊 其实印度也是差不多的啊 对吧 美国不能说 直接是支持过 印度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 当然有一些阴谋论了 说这就是美国怂恿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如果 这主要还是印度 长期以来的 这个教派矛盾 所以呢 这就涉及到这个事情的原因了啊 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印度最近出台了一个法案 规定 没有印度国籍的 但是在印度居住达到一定年限 这个年限我忘了 也包括工作到一定的年限的人就可以获得印度的国籍 但是印度呢 对这个事情的认定啊 并不像我们主流的 那是 比如你是不是难民呀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吧 印度是以宗教来区分的啊 他包括佛教徒 还有这个西克教徒 西克教徒 这个男子成年以后 始终不剪头发 围着很大的一个头巾的这个教徒 以前印度有个总理叫辛格 他就是西克教徒的 还有拜国教徒等等吧 一共五个教派都可以 但是唯独没有穆斯林 穆斯林认为歧视他们了 因为印度除了本土印度教之外 印度本国第二大群体就是穆斯林 印度应该是两三亿的穆斯林啊 而印度的 非法移民吧 没有印度国籍的人力 也是穆斯林是最大的群体 所以这个穆斯林就觉得这是歧视我们呀 我们这个人数又最多 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国籍呢 印度政府啊 大概有他的解释吧 对吧 就是印度的很多省份 和巴基斯坦呢 孟加拉国呀 都是接掌的 你如果给身份的话 对吧 而且不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孟加拉国 而且这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本身以前是一个国家 本身都是巴基斯坦 后来分裂的 都是人口大国呀 哪个国家人口对吧 都过亿 他觉得我们受不了啊 你只要一给的话呢 那这些难民纷纷往印度跑 那谁受得了啊 这是表面的原因啊 但是还有隐含的原因 好莱坞以前有一个电影叫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还拿了很多的奖项啊 如果看过电影 大家应该知道啊 印度的教派冲突很严重啊 尤其是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那是非常的严重的 这个一个是历史上的原因吧 还有一个就是当年这个蒙巴顿法案啊 印度的这场分家 分的非常的操蛋啊 制造了太多的仇恨了 这简单说一下蒙巴顿法案吧 简单说就是 英国要退出印度 印度要独立了 那么英国呢 大概就是这个印度啊 印度教徒这么多 穆斯林又这么多 双方冲突又多 大家不如分开吧 化成一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 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国 这个印度的印度教徒啊 和穆斯林啊 长期是居住在一起的 你只要一分家 那就乱了套了 对吧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啊 衍生了很多的问题啊 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纠纷 在这些问题 矛盾和纠纷的各种的促使下吧 对吧 当时就衍生了很多的 族群对立啊 族群仇杀 比如很 有一辆列车 这个穆斯林 对吧 要往 巴基斯坦 往那边去搬 对吧 当时印度教徒知道了 就要 毁掉这个列车 当然列车最终没有毁掉 它只是一个缩影 但事实上啊 这个列车没毁掉 但是被毁掉的列车 还有整个村庄被杀掉的等等 这个事情特别的多啊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 双方的这个仇恨的种子 就种下了 呃 原本呢 英国印巴分治的时候 印度虽然有教派冲突 但是规模并不大 而且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 呃 一分治之后 我这个现象就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 嗯 但是这些年 其实这个事情啊 在弱化啊 两个交派其实 呃 能够 和平共处了 毕竟这个印度分治已经好多是好几十年的事情了 七八十年的事情了 对吧 嗯 毕竟嘛 大家人心私定嘛 都想过好日子嘛 呃 今年 尤其是下半年 印度经济衰退的非常厉害 呃 那么一旦无不住之后 如果我们经常看台湾也好 欧美的选举也好 那就民粹嘛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矛盾啊 是 莫迪直接把它 点起来的啊 就是煽动民粹嘛 为了掩盖自己之前的很多的政治上的错误啊 嗯 导致了吧 这一系列的事情啊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从长远上来看呢 会将印度 嗯 已经和平了 挺多年的这个教派冲突啊 再次的 点燃起了啊 其实这个印度教啊 虽然有这个种型制度或者什么的啊 呃 但是印度教其实总指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和平的宗教啊 如果他是一个很和平的宗教的话 那么 其实印度的穆斯林不会是少数的 从历史上看他也不会是少数的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啊 其实大家可能过分的 把干地放到整个印度教了啊 呃 印度教其实差别很大的 你这个有信犯天的啊 有信师婆的等等啊 印度教不同教派之间的这个差别啊 比这个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都大啊 其实差别都特别的大 你不能单纯的把它算成一个宗教啊 呃 而且印度的不同的教派之间 呃 有这个非常和平的啊 或者我们说像干地主张的那个非暴力啊 你有狼牙棒 我有天灵盖啊 有这一类人 但是印度教徒里也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极端的教徒啊 呃 而且印度的政治界啊 其实一直是这类极端的为主 尼赫鲁就是啊 尼赫鲁和干地完全不是一路人 而这个干地的遇刺呢 就是被印度教徒打死的 他不是被穆斯林打死的啊 也不是被英国打死的 其实 其实这个穆斯林其实是喜欢干地这类人的 对吧 非暴力不合作 这其实很好啊 从他的反对派来说 他是被内部人是打死的 呃 这个内部人是 这不主张这个非暴力啊 他们这么暴力 我凭什么不暴力啊 所以呢 这里有个阴谋论啊 就是干地其实是被尼赫鲁给打死的 尼赫鲁一个是有民族主义啊 民族主义未必是个坏事啊 但是搞极端了就不行 对吧 嗯 比如当年中印打一仗 也是尼赫鲁在那个时候打的 那个时候除了啊 中中印之外 其实印度当时打了好多仗啊 呃 在周边国家应该说是一个小霸 啊 也掠夺了很多的领土 这显然不是干地那一派吗 尼赫鲁啊 虽然表面上遵从干地 在国际上喊的是和平 但实际上他不是的 那么有很多的证据啊 证明 对吧 嗯 尼赫鲁和印度教这些极端教派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密切的 包括尼赫鲁的那个军事思想等等 都是啊 呃 所以干地呢 本指上 就是阻挡了尼赫鲁的执政思想 阻挡了尼赫鲁路线的执行啊 毕竟动不动吧 这个尼赫鲁啊 要打仗 或要什么的 干地就要绝食 他的名声又那么大 又被丰盛了啊 当然这个干地的丰盛和英国人有很大的关系啊 英国人也喜欢非暴力不合作这一套 英国人也不喜欢这个暴力活动 那么像以前说这个黑人权力运动啊 你光靠这个主张和平的马丁路德金是不行的 你背后还得有一个主张用极端暴力的马尔科 只是被捧在台面的捧成圣人的 是马丁路德金 但事实上作用更大的应该是马尔科 无论从美国吧 美国的黑人现在也在证实马尔科 以前其实美国的黑人 包括黑人权力运动这些骨干 也不是不知道马尔科 只是这个东西不太好讲啊 时间过长了吧 能够重新评价他啊 那么如果你作为当时的黑人 你摆在台面的肯定是马丁路德金 你肯定不是马尔科姆 而目前啊 现在的这些事情也都证明了嘛 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 双方是有默契的 一个唱白料 一个唱红料 其实尼赫鲁和甘迪也一样 只不过这个甘迪啊 太相信他的白料了 导致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吧 导致这个尼赫鲁路线其实也挺纠结的 所以这个甘迪的名声啊 其实在印度啊 讨厌他的也不少 扯的有点远 那么把这个话题扯回来啊 大概说一下 这个甘迪和尼赫鲁啊 主要是说就是什么 印度教派啊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和平 或者是非暴力 这类人可能有很多 但大部分未必如此 否则的话 这个印度就未必是 在那一地区一个小霸 虽然我们从中国的角度看 非常不靠谱 但是你要看一看周边的国家 都什么样子 不管是东南亚的呀 还有和他冲突最多的 巴基斯坦呀 孟加拉国呀等等 你也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子 而且印度当年还 吞并了西津 这是二战之后赤裸裸的吞并了一个主权国家呀 这个欧美在二战之后都没有做到 这个印度就做到了 对吧 这个西方当然一直对印度是非常容忍的 非常纵容的 归根结底就在这个龙象之争上啊 就是在中国周边埋这么一个雷吧 只是印度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西方 印度其实和西方之间啊 尤其和美国之间有合作 但是有很多的冲突啊 比如印度在军事上更多的是依赖俄罗斯吧 对吧 毕竟从尼赫鲁开始吧 印度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大国 不能过度的依赖于一方 当然从这个地理位置 还有从这个地缘上啊 从人口上 它是有大国的潜质的啊 不能过于吹印度啊 当然也不能黑的太大劲了啊 也要正视啊 正视中国周边这么一个对手的存在 以后有空详细的说一说印度吧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大概就到这里了 主要就是要说一下什么 香港事件之后 对吧 印度也爆发了类似的事件啊 首先印度的这个法案 你说这个穆斯林这个口号有没有道理 也有道理 印度本国穆斯林最多 非法移民人穆斯林也最多 你给非法移民身份 为什么没有呢 涉及不涉及到宗教不自由啊 对吧 这个美国老讲这个宗教不自由 涉及不涉及到种族歧视呢 你要从佩洛西那个角度来看 这就涉及到了呀 完全涉及到了 对吧 这个佩洛西在香港事件中 也说过这个宗教自由的问题 香港的宗教谁不让他信了呀 谁怎么着呢 谁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基督徒啊 就给他驱逐出香港了 或者是对吧 吊销他的港籍了也没有 但印度这个事呢 虽然没吊销 但是你给其他教派国籍 其实等于变相的吊销了 那印度 对吧 这个警察 狂狂的开枪 狂狂抽打人 抓人 等等 你这人权吗 不人权 对吧 你这自由吗 不自由 这民主们也不民主 这个西方就不支声了 这个事情呢 之所以要强调一下他 或者是着重的说一下他 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在打美国 在香港这个事件的脸啊 也提醒一下这些废情网啊 不要喊你们那些自由民主了 没有用的啊 西方支持的也不是你那套自由民主啊 支持的就是在贸易战这个单口上 利用你来搞乱中国 那好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吧 最后 还是劝香港很多人一句话吧 香港从地理位置上 从经济上 包括从文化上 很多东西和中国大陆是分不开的 用墨西瓜的一句话 叫做上帝太远 美国太近 香港也一样 如果中国大陆完蛋的话 香港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香港无论是在经济上啊 尤其是民生资源上 对吧 包括这个领海领空 都被大陆的领海领空包着啊 脱离了中国大陆啊 香港是没有任何的出路的 而西方呢 对香港啊 不管是支持也好 或者是如何也好 基本都是口嗨 并没有任何的实质 而且通过这个印度事件 通过这个印度的对比 也能够看出来 西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那好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